來 畫下選擇多樣畫 因人而異更便明 出桌又是安在一個 背門的一個位置 對 所以背棚屋從它的客廳到書房 全部都是背的 那如果單舊書房一百分的做法 就是把這個放這邊 把書房 對 有些習慣就是在這個 他如果這樣做的話 他背這個地方可以給他放 我可以進去70分耶 我去找 當你的生肖和流年重道 竟然也會犯小人 究竟我們在哪一年 需要特別提防呢 其實犯小人也會有流年的問題 如果你的格局 就像他一樣就是有那種 背叛的格局的話 然後逢到這些年的話 會更加重 主牛的話呢 如果遇到了 年的話呢 就比較有機會遇到來 同一刀而人 委託人的新家 剛完成裝潢 不可能為了風水再大改一番 因此老師將針對每個人不同的需求 提供不一樣的化解方式喔 好 緊緊相遇的心如何說 Goodbye 你對我聽錯 還要我說明白 真的嗎 其實有一件事我早就要跟你講 什麼 你想想看 座座跟你竟然是同學 背叛你不是遲早的事嗎 你 我不是在講 是講我自己的事耶 不是嗎 那妳知道什麼 想要先跟我講 不是嗎 那妳在這邊唱什麼背叛啊 我們今天在的地方 其實是一個背叛屋 會嗎 誰背叛你 因為這邊風很大 對 有點飄起來了 誰背叛你 我想到我們今天這個屋主委託人 我真的替他感到悲傷 因為他自從住進來之後 就紛紛地遭召大家的背叛 雖然我公子是李健良的同學嗎 不是啦 就是你知道 他這個房子 就會讓他有點重判清零 然後讓他想要什麼卻得不到什麼 是 因為重判清零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他真的有點遠 然後親友人找他 真的也找不到他 他得不到什麼 是因為他附近也沒有便利商店嗎 而且我的GPS 竟然導航到高雄 很負責任 對啊 怎麼會這麼難找這地方 他就這樣被背叛了 對啊 而且你要想他才剛搬進來 才一個月 這個是一個新的建案 新的房子 所以你想 老師如果給他一些風水上的建議 如果跟他的裝潢有衝突的話 他會想聽嗎 他應該不會想聽 對啊 那所以我們還來幹嘛 所以今天老師一定要有 有 有 有備而來 沒錯 沒錯 今天就是有備而來 因為今天這個夜主 他的腦筋比熊還頑固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 就是100分的風水的一個布局法 但是我想100分 這種根本解決的方法 他可能不會接受 所以今天也有70分的方法 所以你今天等於是要準備兩套標準 讓他選就對了 讓他選 對 我們趕快出發去看看他們家 到底風水需要改到幾分 OK 委託人周淑霞 除了是精打細算的家庭主婦 還是房地產高手 購物原則總是以交通便利性 以及採光作為考量 不過因採光充足 也造成家裡無法聚氣 究竟在不改裝潢的狀況下 該如何解決呢 你有沒有聽到 你有沒有聽到 明明就是這一區 就是著名的就是風聲嘛 對 所以我們太辛苦了 差不多 對 然後旁邊又有捷運什麼的 反正那個高鐵啊 對 所以就是風聲就在那邊 是 對 那個音上 我們隔音做好應該就好啦 對啊 但是他這個沒辦法 裡面的格局真的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真的很亂 所以等一下觀眾朋友看就知道了 好 來把它寫出來 因為總覺得到這個門面 又新房 看起來很棒 嗨 謝謝 歡迎 歡迎 恭喜你去新居落成 謝謝 謝謝 新居落成 妳落成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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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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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新居落成多久了 其實剛搬進來不到一個月 我覺得它裝得非常漂亮 對 剛搬進一個月而已 所以是我非常喜歡那種鄉村風 裡面非常的甜靜 然後又覺得很有氣質 對 這個完美中的不完美 就是在於 我一見門就要殺氣了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剛剛一進來 是不是聽到那種咻咻的聲音 對 所以這個咻咻的聲音 從外面的風一直進來之後 它就一箭穿心的出去了 可是老師我已經沒有窗簾 放下來擋著了 可是人家窗簾看得到對面都 透光 對 這個一箭穿心 它就是一進門這個玄關的地方 它也就是一個穿堂風的 而且他們家的穿堂風 不只是開門就一箭穿心 而且它是直穿很穿 老師等一下 我們在講它的問題跟解決方案 就是之前我們還是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知道就是 有些人都很多這樣困擾 就是剛剛班進行講 它在裝潢的時候 跟風水會相抵觸 對 就有些人就知道 理想對不對 你那時候在畫裝潢的圖的時候 有考慮過風水的問題嗎 沒有 因為我們都住冠大都市 所以好不容易能夠 有這麼大的坪數 其實我第一個想法是 把空間 動線還有光線 全部都做出來 其實風水真的比較放在其次 妳就沒有在管風 可以救我嗎 那妳知道我們節目是在講風水 妳知道我們節目不是在講風水設計的 我不知道 就以為是我們是什麼 那個草藍王 那有關門嗎 沒有 每次都來不及人 因為我們已經 大家準備好來看模式 可是我覺得老師應該可以救我 兩個人應該可以救我 沒有 不是因為 你知道有些人耳朵會比較硬一點點 然後所以我們就去給他兩個選擇 因為好話要你自己承擔 對啊 那我們就每個地方都會 比如說像穿長風對不對 對 老師你可不可以跟他講說 100分的做法 好 其實100分的做法就是 你如果你要穿長風 一打開這個門的穿長風 對 其實這個滿典型的 例如說我們一般的公寓 室或大廈房子有沒有 你可能就是室內進來的這個落地窗 它是室內穿長風 還有一個室外的 例如說我可能今天出去了這個門口 那一邊有一個公設的那個 我們講說採光的玻璃 那個也是一個穿門的一個穿長風 如果是沒有不能開的窗戶 那種也算嗎 也算 只要是玻璃透明的都算 就是有些人 比如說可能我的大門在這邊 然後我出來的時候是穿這個 就穿這一個 這樣也是 這個也算 這個也不行 而且所謂的一件穿心 就是兩串心什麼意思 就是說有些人是這邊 外面穿一個 可是裡面又穿一個 對 當時穿他上 對 聽起來沒有很甜蜜的感覺 對啊 所以如果說都是這樣穿 然後你的100分的做法會是怎樣 好 100分的做法當然是會建議他 當然要把這個 直接封起來 對 就是不要用透明的 所以你這100分的做法 你就是不能只有窗戀 你就整個就是要把它封到這了 對 所以當初你在做這個櫃子的時候 就應該要把它做到完 全部都擔心就對了 一般人就會覺得 這採光很好 不是 你知道就多這一面 它這一面採光已經很好 我是不想用 貪心兩個字來形容它了 但是 不是 你知道 這個房子最大的驕傲就是採光 墨地 都讓人想買這樣的房子 對 甚至理想跟風學 就剛才你說採光跟空間都兼具了 那動線你並沒有兼具 為什麼 其實你一進來這個穿塘風呢 其實動線變成一個玄關 我覺得是對的 就是一個玄關 但是你的格局 我們想說一進來這個太過空曠的話 你沒辦法聚採心 所以這100分 而且一線穿性 100分是把它全部隔起來 對 100分把它全部隔下來 好 我覺得他現在 並沒有考慮100分的做法 因為他覺得採光 那是錢買不到的 跟他的理想非常回合 老師 他剛剛那麼好 就是採剛剛那70分的做法 好 70分的做法就是說 當然你這個窗簾 可以把它用 不要那麼透明的 這是一個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70分就是說 我們在上面 可以再換一個九宮八卦圖 如果你覺得這兩個70分都不行的話 再給你一個70分 就是點一個 點到 有 我的炎燈了嗎 他有點耶 有 這個也是很好的 但是你這炎燈如果可以把它 正中間那是更好一點的 你說炎燈 所以你要把它這樣子飄在辦公室嗎 那如果這邊可以做一個小矮櫃的話 然後放上去最好的 他已經做了這個就是穿鞋櫃 穿鞋櫃 那不好意思 如果我把這個放到這裡還可以嗎 然後炎燈放在那下面 所以 憲嗎 憲憲可以嗎 憲憲 憲憲不夠長 憲憲不夠長 如果我把這個炎燈先夠長 放延長些的話 放到這邊可以嗎 可以 可能要買高一點的炎燈 所以把穿鞋櫃 改成放炎燈的地方就對了 其實在這邊穿就可以了 對 這個我還可以接受 因為我知道炎燈有這種 差不多到這種道路的 那你就知道了 就現在都跟他講70分就好了 不要 因為他就是接受70分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在追求 100分這件事情 對 人生 走看看嘛 說不定我可以接受100分 就是某處你可以接受1分 走看看吧 不過我們今天佛姓 來就要救他了 好 那我想知道 如果他今天不去擋這個的殺氣的話 他會怎樣 其實不擋殺氣的話 我們知道這個一見傳心 除了除露彩之外 我們剛剛講背叛 這一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背叛 誰背叛很重要 老公嗎 這一出去的話就是你的朋友跟貴人 朋友跟貴人 老公還沒有 所以還好 還好 等一下就有了 等一下就有了 老公貴人很嚴重 對啊 因為等於是只能 這是在家裡鎖著老公 其他人會背叛你 這樣老公也不太開心 就還是坐一下70分 對 要徹底鏟除穿堂風 100分的做法 就是將窗戶封起來 但如果你不想這麼做 我們可以退而求其次 以下三種方法都可以化解 一 實用不透光窗簾 二 在窗前掛九宮八卦 三 拜言單 都可以讓你避免漏財 但也別高興得太早 中淑霞家家裡的傳堂風 竟然演變成死亡交叉 然後它基本是一件穿心的 直的穿堂風 對 然後它橫的有個穿堂風 你看 從這邊開始 落地窗一直穿穿穿的後門去了 老師 這個是開放式空間 對 而且老師這樣 它這樣是 你知道它有幾面才光 它如果內面硬要穿 它其實已經有三面採光 對 對 貴的 對 三面採光 其實這跟風水 確實有非常大的違和之處 為什麼 因為你這樣子 橫穿直穿就形成是一個 就是非常漏財 而且 那這樣它怎麼辦呢 對不對 它這樣穿 所以其實它如果當初 沒有做開放式廚房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對不對 其實採光真的很好 因為採光才有貴人運 但是採光也是一個引氣的地方 表示說我們一個風水長風俱氣 你的氣都有引進來 但是就是存不住 留不住 然後我們講這個客廳 它又是一個很背叛的客廳 為什麼我們常講說 人有人像 窄有窄像 對不對 那你擺錯方向就會 所以你看 什麼叫擺錯方向 大門是一個人進來的口 它都要揚門 背門 對 它有揚的門 所以你像背門就變陰門 所以陰陽反背 可是這個我真的要解釋一下 兩位 你們看過這麼多房子 對 你覺得如果 如果我把沙發放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就只有看 別人家的大門 大樓 大樓 好看 沒有景觀 你家大樓那不是你鄰居的大樓 不是 這都不好看 那我們轉向一下下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看藍間 妳看對面是在那邊 所以跟那 真的蓋的陰陽也比較好看 沒有 你要看那邊 那邊到藍間 白雲 可能沒有幾個客人 還滿帥的 Wisbee 對 所以其實我是有我的考量的 所以你那時候就刻意 要把這個沙發放在這邊 想要有藍天白雲 對 有View 所以這是自我堅持 但自我堅持跟真的理想 過差很大 自我毀滅 對 其實每個人對這個 View的定義不太同 但是我們就風水隔取來看的話 你這樣整個就是已經反過來了 反過來就是容易遭到背叛 所以我們講陽門在你的後面 那你就是等於背到陰門的地方 那我們要如何化解呢 一百分的做法 好 一百分的做法就是 反過來沙發在這裡 但是如果它幻象的話 它這個是不是就一定要頂到天 對 這個也要頂到天 因為它就是做開放式的 所以它變成後面也沒有一個靠山 後面也沒靠 所以其實一百分的做法是 沙發移過去 搶整個在氣球 對 不是 我剛剛說 我覺得 一百分的做法就是翻家 對 我覺得我們剛剛跟他講說 一百分的做法就是你把它跪換 然後搶氣 它這邊已經就是去穿空了 你剛剛想跌對了 那七十分的做法 好 七十分來講的話 如果說你真的一百分都不想要 七十分的話 你這一面牆一定要好好的利用 例如說你可以放一幅山水畫 有靠山的 我們講說這個靠山很重要 所以你是說那一幅不對就對了 它只是兩人在彈上前 兩人 像我兒子都抬起 兩人伴手 兩人四手在連彈 對 對 但是放在沙發後面 也有一個小人的感覺對不對 對 盼頭嘛 所以我們用一個山水畫 感覺又有吉祥的意涵 然後也不會破壞到 擺在正中間嗎 這衣服你會掛 可是你是不是 這種小人的畫 是不是要掛在前面 對 前面一點 就是說這種畫 盡量不要當作是客廳主牆的話 你可以把它放到書房 或是兒童房都可以 老師 那我另外一個想法 如果說他 因為他沙發要拍是不可能 因為他真的很想看景色 如果 如果 為什麼你想說 你今天不是的感覺 因為我也很想看景色 這件事情 我也會想看景色 然後呢 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盡量就是想要 順他的心如他的意 如果說我這邊稍微坐高一點 那我看不到門 我這樣 等於是客人要走到這裡 我就看得到 我就沒那麼背門的感覺 可以嗎 這當然也是一個解決方法 這大概幾分 其實這個玄關把它做起來 確實也是一百分的做法 因為它不僅可以擋住 就是開門建這一個床的位置 真的 有一個建床 那床是什麼 主物房的床 主物的床 你的床 老師 你怎麼那麼眼尖 這需要眼尖的感覺嗎 現在也沒看到了 這其實只要有一眼好的視力 就看得到了 是 可是那也挺美的 我也不是隨便擺 老師 我覺得他可能不知道 這是開門建床 有什麼樣的後果 你可以告訴他嗎 開門建床的 就是會有爛桃花的後果 對 我爛桃花嗎 不然呢 爛桃花也可以 先生也可以吧 因為就是睡在那裡的人 就會有爛桃花 你願意接受 你先生有爛桃花嗎 誰要見 我關心了 我關心了 關心就好了 那這不行嗎 不行 沒事把它關起來 就是它沒 它現在關起來 就讓它們關起來 老公翻爛桃花 他可能抓不到 所以它反而是 它就是 真正的意思 對 它這個做法就是這樣子 自己看不到 但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好 那看說解決 知道是什麼 其實做這個玄關之後 它可以擋到 就是這個穿搭後問題之外 它這個沙巴 它是背這個英文的問題 但因為你有一個玄關 坐起來的話 這個地方相對就有個守衛門 幫它撐住這個磁場 但是如果它不做的話 它就無法避免這個 就是開門建房的問題 所以一坐起來 既可以就是 避免到那個開門建床 對 有爛桃花 然後又可以這樣坐在沙發人 不會犯小人 對 這樣就不會犯小人 所以你基本上 這才是100分做法 那個才80分而已 因為你坐那邊 反過來 你這邊沒有弄起來 但是我真的沒有弄起來 那你最早就不會這樣 看來 你一定是好像 你看看 這樣 真的 你知道是嗎 對啊